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崔氏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5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駐港總領事梅茹瑞早前出席美國置業庫CXIS的網上研討會時警告 港版國安法和防疫政策令1萬5千在美港人來港、國際企業撤離 損害香港國際金融地位、而國安法釋法事件 即是破壞司法道立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近日約見梅茹瑞 就其言論表達不滿 並劃下麥搞政治滲透等三條紅線引發外界關注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23日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 特派員劉剛元已在近日約見梅茹瑞 向其提出嚴正教涉表達強烈的不滿 敦出隔手外交官職業操守 不要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劉剛元更為梅茹瑞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畫下三條紅線 分別為要求美方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滲透 以及不得詆毀破壞香港發展前景 過去不同國家領事與中共駐港官方機構有一些非正式接觸 表達對一些事件的看法很常見 但駐港公署今次採用如此高調的肢體回應 較為罕見 時事評論員桑普對自入亞洲表示 留意三條紅線的內容其實是老調重騰 但中共駐港官員擺出朝見的姿態 則令事態看似較為嚴重 這與當前的國際形勢密切相關 桑普指 隨著美國可能對俄烏戰爭有可能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中共有戰狼復辟的趨勢 駐港特派員的言行其實是配合中共的戰狼外交 試圖向美國展現強硬 以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據香港英文媒體The Standard報導 美國領事館23號回應說 雖然他們一般不會就私人外交會議發表評論 但會毫不猶如地公開 和私人表達美國對香港自治受到侵蝕的關心 英國內政部23日公布2022年第四季的BMO簽證計劃數據 數據顯示 自2021年1月底計劃推出以來 已有超過16萬名香港人申請 據香港監察消息 2022年最後一季度 英國內政部收到10,100宗簽證申請 和上季數據相同 此外 5名港人獲批庇護 或人道主義保護 另有10名港人申請庇護 香港監察行政總監羅傑斯比試 我們很高興政府設立的BMO簽證途徑 持續為香港人提供離港的救生索 難過的是 這反映香港形勢惡劣 香港曾經是閃耀光芒的自由燈塔 現在已經淪為警察城市 羅傑斯還說 張促請內政部繼續監管BMO簽證計劃的實施情況 尤其是考慮擴大計劃 為及1997年主權移交時未成年的香港人 英國2021年1月31日 推出新的移民政策 允許BMO護照持有人 及其家屬在英國生活和工作長達5年 從而為他們提供獲得永久居留權和公民身份的途徑 這個計劃在去年11月擴大涵蓋範圍 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撫英渠道 允許1997年7月1日出生 父母其中一方持BMO簽證的年輕港人獨立撫英 自行申請在英國定居 這個月初英國推出BMO五介一簽證計劃兩年之際 英國內政部在推特發文表示 已有餘14萬港人獲批BMO簽證 英國國務大臣鄭偉琪也在內政部發布的視頻中 稱讚疑英港人為當地社區和經濟做出貢獻 表示期望未來幾年有更多港人撫英 另外據香港懲教署23日披露的最新數據 去年香港日軍還押在囚人口 即未定罪人士 由前年的2316人上升1.52666人 創10年新高 其中因為反送中相關罪行 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再囚人口 截止去年底有522人 較前年上升了2.6% 懲教署說 預計今年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擴建設施 以增加收容名額 尖沙咀一間武館的藍教練 被控鼓動武裝暴力推翻港府和中共政權 23日在區域法院被判處監禁5年 其女助手則監禁16個月 案情稱去年3月警方調查2個Facebook帳戶內共39則貼文 內容涉及創建影子政權和鼓勵公眾反抗政權等內容 警方隨後派出臥底警員 喬莊報讀涉案武術班 集英陽舞堂 在課堂完結後 以煽動罪拘捕主持人王德強及其女助手 並搜出8張支持反政府示威照片和海報 同時發現王有兩部手機 並已經登入涉案的相關Facebook帳戶 有紀錄顯示王曾經和潛逃海外的港獨分子聯繫 此外 警方在王德強背包內搜出4堆手捨筆記 內容包括提議成立所謂的香港武毒黨、獨立建軍、建立影子政府等 兩人家中住所內則搜出開刪刀、斧頭、老銅箭等武器 王德強這個月初審理時承認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又同助理承認武牌照持有槍是罪 2019年香港爆發聲勢浩大的反送中運動 迫使港府廢止繞過香港的司法系統 將逃犯移交到中國大陸受審的草案 但其後北京推出《港版國安法》回應 被外界批評是拿來全面打擊香港公民社會 鉗制權利和異議人士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周年之際 有港人在尖沙咀快閃集會聲援烏克蘭 期間警方出動預20警力到場戒備 據《獨立媒體》報導說 24日傍晚約6時半 6名反戰動員成員在尖沙咀一帶 發起反戰快閃集會 成員高夫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停止戰爭等口號 由高舉代表烏克蘭的藍黃色絲帶 以及俄國無條件撤軍、烏克蘭民族自缺等文宣 集會期間有反戰動員成員 表示香港向國際問號的真正方式 應該是關注國際戰況 尤其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暴力入侵 也有成員說集會可能帶來被捕的風險 但認為不可以低調到連發聲都不做 希望借此持續表達對戰事關注的基本體度 也盼望普京能盡快撤兵和停戰 集會在7點半左右結束 期間有與20名市民圍觀 並有數名便衣警員到達 並登記集會人士和記者的個人資料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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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